9月21日,在习近平总书记至中国新闻社建设70周年贺信一周年之际,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《创新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研讨会》在北京举行。 当天,来自政府部门、国内外媒体、高校智库的各界人士齐聚一堂,为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破局问测。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禄军在质词中说,中兴社始终坚持探索文明叙事,拓宽国际传播领域,坚持融通中外,增强国际传播的效能,广交天下朋友,凝聚国际力量。 近年来,中兴社一直在捐助着一件事情,即探索文明叙事,力求向世界讲清中华文明的根性与抵射,权递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善意,在国际传播中构造更多的非对抗性场域,为中外文明交流创造更大的空间。 中央统战部乔务事务局有关负责人在致辞中指出,提高国际传播能力,推动中外文明交流,明星相通,要以时代为画卷,书写好中国故事,以世界为舞台,展示好童心园的故事,以文化为主轴,讲述好文明互建的故事。 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,当前,网络国际传播工作既迎来宝贵机遇,也面临复杂形式和兼具挑战,做好网络国际传播要彰显中国精神内核,探索话语表达创新,推动传播渠道拓展,强化技术应用赋能。 当天,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的实语式,国际传播的道语册,国际传播的术语校,展开探讨交流。 用新颖的画术改造内容,用新技术包装内容,让海外受众听得懂,听得尽,愿意听,更好地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,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。 我们要学会怎么跟互联网打交道,要学会媒体矩阵怎么去传播,讲述中国故事。 我们还得考虑人工智能,除了给我们传媒以外,会给我们整个人类社会,给我们的思想带来什么样的变化。 目前中国的5G技术领先世界,5G等新技术,必将为国际传播带来全新的信息采集处理和分发方式,并且支持更具沉浸感和参与感的下一代应用与服务。 这必将在技术应用上,为我国国际传播开创新的局面。 文明之间的对话,可以有冲击,但是不应该有冲突。 文明和文明之间要构建出有效的话语体系,在于我们要理解先行而非先进。 整个生活方式的美学,它既是理论,有可能还是一个真的实践。 从日常的信息的零售,到整体的价值的等售,从可爱满满,应该朝向是可信可敬,从感知激浪到认知认同,才可以实现国际传播。 整个的互联网,它是一个去中心的,国际传播,总体来说就是一个跨越时空的,这种信息的搬迁,文化的交流,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实践。 我们认为,所有的政治其实都是全球化的。 你当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政治,在这样的一个试图去中用网络当中,它是如何来进行运转的,这是我们需要去看的。 以中为始就是要从最终的那个目的出发去反推我们所有的,要做这个国际传播的这个各个环节,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。 当然这个以中为始的中,需要不断地问为什么,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到底是什么。 国际上有很多种的语言,我们要每次的翻译呢,都有可能会出现折扣的问题。 那漫画,图画本身就是一种国际语言,它不需要翻译,基本上就可以看懂,这就减少了在传播中的折扣问题。 这些外国记者到一个地方跨界交流,确实是要问这些记者们,你们想拍什么,多这些机构在制作这样的活动之前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双方交流,用他们频道,用他们这些视角,但是把这些活动做得更有效的。 研讨会由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明星主持,会上多位国际政要和专家通过视频方式,阐释了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看法。 当日,中心社国际传播实验室宣布正式成立,该实验室旨在通过学媒融合、创新协同,汇聚全球传播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技术应用, 追踪国际传播领域的新趋势,推进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前沿研究和具体实践,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,讲好中国故事,提供技术、人才和平台支撑。